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們很高興繼續請來施生為我們分析 樓價走勢及市況 施生,你好 你好 我們來個小總結 看看2019年,本港的樓市可以說是先升後回 上半年的交投很暢旺 而下半年就受到社會的運動 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樓市便輕輕放緩 但其實乾性需求仍然很強烈 我們整體看看2019年全年的CCL 微升了1.84% 施生,我們踏入2020年 新一期的CCL收報178.13 按週上升了0.24% 加上不少發展商在今個月都很積極推盤 施生,你認為我們農曆新年 會否一如既往都會出現這個小陽春 農曆新年的小陽春其實是季節性因素影響 因為之前有聖誕節過年,接著農曆年 這些日子都是放假 去旅行、去旅行 或者有其他風俗習慣的活動要做 看樓就少了 所以除了市很旺的時候 12月到農曆年這段期間 交投會少 交投會少就會有積累 積累那年出來就會有一個小陽春 11月還活躍的時候 因為政府那些按揭措施放寬之後 就旺的時候 但是很快又剩下來了 如果剩下來了 因為有些購買力還未消耗 在積累中 所以我自己看 這次是會有一個小陽春的 另外的因素就是 中美談判 現在說一月中可以簽 都是一個利好因素 以及社會運動的暴力程度 可能會降低 都對市況是有利的 如果從這兩個角度去看 小陽春出現的機會是大 我們都可以期待一下 其實最近政府最新公佈了 未來這一季 會有三幅住宅地去招標 其中位於安達神道會有1720伙 當中政府打算 將其中的1000伙 用作首置上車盤 你認為政府這個措施 會否有助舒緩 施樓的供應壓力 或者真的幫助市民上車 首置上車盤 以及原有的居屋 以及現在有的陸置居 某種程度來說 都是首置上車盤 不過級別有些不同 陸置居是給擁有陸表的人去買 擁有陸表的人是住在公屋 他們這批應該能力相對有限 因為如果你住得公屋 除非你騙政府 你收入、資產都有限 給那批人建的單位 就比較小 居屋是以前建的 中間狀態 而這些所謂首置上車盤 有些類似過去的甲薪居屋 略為大一些 以及樓價亦都會高一些 你說可不可以舒緩 你看總需求有多大 你出的有多少 你口渴給滴水 你領下你都有點舒緩作用 但是你說是不是解決問題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因為你現在申請居屋的時候 多的時候 有十幾萬人去入表 就是向遇者無數 如果以這麼多人 想申請居屋來說 你一千個單位 人家有十萬個需求 真是有時間都未夠 所以我自己覺得 政府其實不需要分陸自居 居屋、守置上車盤 其實都一視同仁 能力現在不合理的地方 能力強的就多利益 能力弱的就少利益 那他已經能力強 那需要多利益 那他有這些收入人 想住大間一點 有個人想住別墅 就有利益 所以我自己認為 就是如果上車盤 第一級爛上去的就要上車盤 住大一點的就不是社會的責任 如果政府想幫人上樓 物一視同仁 五百尺 兩房一廳 為什麼你住三房 他住兩房 為什麼他的廳大一點 你的廳小一點 我覺得不通的 所以我認為 你與其整一千個單位 不如整一千個 小一點 那就多些人可以得益 要進一步提升生活 就應該靠自己 所以我自己基本上是贊成的 我認為就是一隻標準 就是陸子居的標準 公屋升一級 就是變居屋 就是那隻水平 以前的家屋 千多尺都有 有什麼理由 他住四百尺 你住一千一尺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可以多建幾個單位 每個單位都是上車盤的標準 有些已經超越上車盤的標準 現在他還未出來 細緻的還未出來 如果他又是跟陸子居一樣的標準 什麼叫首次上車盤 所以他就說要分開街梯 不同街梯的人都幫 我認為香港只有三個街梯 一個是租都沒有能力付 住公屋 政府補貼租金 一個是夠錢 給得起建築費 給他有機會上車 買個手支上車盤 上車之後 你還想住好一點 靠你自己本事 就入私人市場 自由競爭 所以支援去到上車 就已經完成了 住大屋就不是政府的責任了 去到今天這一刻 其實我們香港的社會運動 中美貿易戰仍然持續的情況 施先生你認為2020年 本港的樓市前景會如何 你會有什麼預測 中美貿易戰 就不是一年的事 美國已經重新定位 將中國看成敵對競爭者 威脅他的腦袋地位的競爭對手 所以他一定要制約他 不讓他崛起 是否一次過制約到他 已經不是一棍子 所以這場是持久戰 就有時間搞了 如果有時間搞了 今年會有壓力 明年會有壓力 我相信小則五、六年 長的十年 二十年的機會都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經濟發展 原有的速度會被拖慢 直到他適應了這種壓力 重新起步為止 所以接下來 起碼兩、三年時間 那個宏觀的大因素 對中國、對香港都是不利的 這個烏雲壓頂 但是他又不是說 長大雨下降幾年 他下降會停下 今年上半年 應該是會有一個休戰期 所以休戰期 我相信是會好一點的 但是整體 即使樓市有升 都不會學得以前 一年一年升十幾個百分比 升二十幾、三十個百分比 都試過 這些日子就不容易回來 最多跌得相對慢一些 好像去年 這樣的情況下 但是還有一點點升 年尾都是高過年頭一點 很多人意料不到 很多人覺得 又有香港自己的矛盾 又有國際矛盾 樓價跌的機會很大 實際上 六月之後 基本上是壓力多過助力 不過之前升那一段 相對大 而這個壓力 也不是強得那麼厲害 所以還有一些升幅 還沒有跌倒 但是接下來 樓市沒有以前那麼好景 這個大的環境 至於香港本地的運動 某些情況都是中美磨擦 一個縮影來的 變成社會矛盾 就不是一下子解決的 這個矛盾去到就是 認同西方的制度 也認同中國大陸的制度的問題 所以也會很長的 而現在激烈的行為會減少 但是由於有相當一大部分香港人 選擇了跟中央委任的特區政府作對 和香港現有的制度作對 而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的經濟都不容易發展 譬如現在你搞黃色經濟圈 其實是用政治的取態去代替 這是經濟利益的選擇 這些都是對經濟的運行 沒有特別好處的 我自己擔心就是 香港在這種情況下 對經濟、樓市都未必太有利 當然這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黃色經濟圈 通常現在出現的就是 在食肆、零售出現得多些 但是經濟活動中 現在互聯網有所謂B2B、B2C B2C影響可能大一點是 商業和客戶之間的關係 就是Customer選擇 B2B是商業機構和商業機構的生意 我自己看 黃色經濟圈在Customer這個範圍 它就有一定的影響力 但是如果商業公司機構之間的生意 我看到暫時機構的行為 都未曾去到太政治化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經濟會被少影響 就未必會被大影響 但是這些都是會制約樓市的 香港樓市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全民可以參與的市場 而是少數人參與的市場 是收入最高的20%的人才有機會參與樓市 所以他的表現可能就是 社會上收入最高的20% 大概是四分之一的階層的取態 暫時來說 這四分之一階層 我看到未曾出現恐懼 未曾拋售 或者他們覺得 是不是賣了香港層樓 去其他地方移民有好處 暫時問申請移民的人多了 執包服移民的人還未多 所以住宅的樓價暫時還是企穩 所以我自己覺得 譬如上半年好少少 下半年或者有些調整 或者都不出奇 去年年尾價仍是好過年頭價 今年我自己都看不通 短期上去少少不出奇 但是接下來會怎樣走呢 其實政治是有很多因素 有時我們預計 政府會怎樣做 或者反對派會不會怎樣做 我發覺我都預計錯誤 如果自己的推論都錯誤的話 還要去預計 他們對樓市有多少影響 實際上真的不容易 我只是看到這些不明朗因素 在樹意影響的事 而長遠的 是壓力大 短期有少少好轉 大體的情況 我們今集很感謝詩生 我們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我們下集又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